14岁身高178公分 拨球来自泰国年龄35岁 双方在年龄上有11岁的差距 身高174公分 空论觉所有的选手信息及资料 由权威知识平台互动版科提供 本场比赛的篮放选手 来自中国 曾经获得过中国全国青少年 三打锦标赛的亚军 是目前为止 在T拳领域轻量级 代表中国最强水平的选手 来自北京 陶波格斗馆 师同于中国的初代 自由国际兵将董江涛 欢迎 再次前来挑战太拳王子的 年轻选手 玉瘦林峰 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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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导山 柯宁 世界警察 正中 戈离 感受到 在《真正中的世音》 代表 林峰 郑 具人 本场地3有请场上才换 看 觀眾朋友大家好您收看的是世界頂級格鬥戰力賽事 昆倫爵曼谷戰的比賽 今天的這場這是一場我們的壓軸主賽 我是現場解說昆倫爵亞維 我是董江濤 這也是一場二番戰 由來自中國的孔令峰對戰泰拳王子波球 雙方在第一次比賽的時候是波球點數戰勝了孔令峰 對應該是在2016年的3月份 是的 相信經過一年孔令峰的進步也是遠慮共睹 對這次二番戰波球呢 會是否會有一些新的一些打法和改變啊 嗯對 但是波球呢 這兩年其實競技狀態是 我感覺怎麼越來越回升越快啊 是的 把重心又 在比賽這個重心上面又多放 哦高騷腿 波球作為泰國家喻戶曉的一個格鬥明星啊 嗯有時候一些社會活動啊 包括一些呃娛樂圈的一些呃拍戲啊 什麼的 對可能有時候會影響自己的進行狀態 但是最近的比賽明顯是看出來波球 呃經過了這個系統的訓練啊 嗯對和兩年前是完全不一樣 是的 呵呵 上來波球還是比較放鬆啊 哦這個掃腿還是很重啊 哦這次孔林峰來 泰國啊波球的主場進行比賽啊 新壓力相 相信也是很大的啊 對 我們看到剛才波球出場的時候 全場幾乎沸騰啊 呃確實是一個偶像級人物啊 呃幾乎等於中國舉辦的奧運會賽場上 大家在看劉翔 一百一十米跨藍衣這個程度一樣 呃孔林峰不錯啊 呃 呃 呃 國球近兩年以後 因為自己左腿的犧牲啊 呃 近三年四年左右把重心往右腿放了放 哦 我們看到這種泰式掃腿的這個滲透力啊 這也是孔林峰沒有站穩 但是這種力量也是 呃非常大 整個身體重心壓上去啊 對 哇 剛才是一個高掃那個轉身的邊圈 轉身的邊圈啊 打得孔林峰有點懵啊 呃也注意這種冷的動作啊 呃但是對孔林峰一定要知道 波球是一個非常善於控制節奏的選手啊 嗯 對呃 場上的控制能力非常的強 呃一般上一次比賽就是在第一局的時候可能沒有更多的動作輸出 但是從第二局開始啊 控制的孔林峰的好多動作就出不來了 嗯對 呃那 他在呃比賽之前啊 孔林峰的備戰過程當中 呃團隊就給了他一個呃做了針對性的訓練啊 因為波球這個控制能力很強 呃給孔林峰的要求就是在場上啊 不要給波球等待去應變的這種機會啊 對主動一點 上來要不停的主動的去輸出 呃才有可能他有可能去呃取得比賽的勝利 嗯對 這次泰哥比賽看孔林峰場上執行的效果如何 呃 波球在控制的內臺上只輸過一場就是泰拳規則迎戰哈亞啊 呃那場比賽哈亞就是完全呃在整個的節奏上 一直在比波球快半個半拍 好來進入到第二局的比賽 呃第二局上來的時候如果孔林峰再不做更加密集的主動進攻的話 節奏很快就會被波球給控制 對 呃看啊其實剛剛上來那一下動作還好就是孔林峰要往自己的外側走一點 呃會可能會效果會更好一些 是的 一定要繞到波球的這個左腿的外側啊 我們知道像這種內圍波球的控制是太強了 而且波球在內圍幾乎像一個這個這個 泥秋一樣啊 對 根本就抓不住他的手臂或這個把位的位置 呃無從發力 孔林峰做的不錯啊 就主動的推開 呃不要做這種近身吸法的進攻了 對 因為對於從技術動作來說 波球的吸法很優秀 對而且也不是孔林峰的強項 是的 我覺得針對波球一定要多做一些拳法上的輸出啊 而且要做連續的組合拳法 呃因為我們知道波球也非常擅長 呃對單個一拳或兩拳這種防守和反擊 嗯對也很精準 是的 所以呃在拳法進攻的時候一定要 我覺得能夠給波球造成影響的是後面的三拳和第四拳 頭兩拳想奏效很難 哦剛才是一個後手啊 直線的拳法打得很準啊 哇 有點緩不過來 剛剛那兩拳確實是呃有點重啊 波球抓住時機之後 根本不給孔林峰喘息的機會啊 先擴大戰果就是有經驗啊 你看看抬腿就是做一些 哦 呃剛是一個正燈刮到了當部 呃沒有問題 啊還要做襲擊啊這個不太對啊 對 這個時候波球控的孔林峰想出動作出不來啊 嗯對現在越打下去孔林峰越有點緊張啊 呃一定要突破波球這個節奏的控制啊 逼自己去主動出動出動作 特別是拳法的組合 啊 啊波球體能也有所下降啊 嗯但是現在 但是從動作質量上啊 適合沒有受影響啊 對孔林峰現在多多少少有一些緊了 整個身體包括出動作都有一些緊了 是的 呃也確實是這麼強大的控場能力面對波球啊 呃身體確實有一些緊張 嗯我們以往啊有一些經驗 包括一些老的選手對新選手 很漂亮 平常在打實戰的時候會發現一些經驗豐目的選手 他可能一局出不了幾個動作就會耗得你整個體能消耗很快 嗯對 呃這就是控場能力的這個結果 哇 啊頂西 嗯看孔林峰做拳法機 啊連續的頂西 呃剛剛波球在這種眼睛盯得很緊啊 在現場幾乎全都是波球的粉絲啊 對的 呃看得出來孔林峰還是想壓著往前頂著打 對 但是這個時候動作出不來 呃 波球可能一個小小的一個動作就會引起孔林峰很大的這個反應啊 對比賽經驗的問題啊 呃吃動作吃假動作 這也是因為前兩級的波球的這個動作和戰術啊 給孔林峰造成心理上這種影響和創傷很大 對 所以在第三級波球稍微一個假動作呃都會打亂孔林峰的這個整體的節奏的這個進攻啊 對 呃明顯看出來波球現在呃 呃體能不足以支撐更高強度更頻率的進攻啊 但是呃正如我們剛才講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小的動作都可以打破孔林峰的進攻節奏 對 哪怕是一個虛晃的動作啊 是的 呃這個就是前兩局埋下的伏筆 呃確實是這個今天呃有一定差距 呃這時候孔林峰啊也是比較頑強啊 嗯對 雖然是 波球的每一個小動作對他來說反應都很大 但是還是我們看出來想往前壓響頂不打這種慾望 這個時候再踢腿可能效果不大了啊 白號挺了 而且孔林峰每次前手主動進去的時候 被波球的前手啊控制的很死 是的 加上輕輕的躲閃 呃這個經驗啊要及時做調整 所以我們說可能現在就是再出動作不要出一下或兩下了 嗯 因為頭兩下 呃會被波球很輕易的控制住 對 哇 小踢 這個時候要跟波球拼硬性的東西 拼體能拼動作輸出 呃在頻繁的這種動作輸出之中 再找機會 哇 你看波球隨意這個動作都可以造成一定的效果啊 對 孔林峰現在整個的攻擊距離 找的並不是特別好了 呃可以嘗試跳一下步伐 這時候生生的被波球帶進他自己的這種步伐和節奏當中 很被動 對呃第三局還有最後的30秒鐘 孔林峰也是在慢慢往前走 以往孔林峰在比賽當中 特別最近幾場比賽他的步伐很靈活了 嗯 怎麼今天到波球面前就完全沒有了步伐的這種移動 呃 確實這個 哇 這是一個一招搬籃錘嗎 呃 非常放鬆非常隨意了啊 對 最後的這一分鐘啊 也越打越放鬆了 啊 還有躲閃 孔林峰的體能下降很快 對 呃在這種呃強大的控制 本場比賽的結果 經過裁判的裁定 三位裁判一致裁定 30比27 3027 比賽結果 紅方勝 And a winner by the right cutter 如果你要 eff百分之下 你多用不來 那麼多有的 人風盡 從衝突增 成功 從衝突 過 公園